40万的特斯拉终究还是输给了300万的大忌 他哭了 女孩贝贝有两个追求者 一个是游戏设计师俊良 一个是开着300万豪车的CU 作为潮牌主演人的他 经常开着大忌去逛街 这两位为了得到贝贝的爱 可谓是煞费苦心 但命运却完全不同 男一号俊良牢记贝贝的每一句话 按时接他上下班 记得他的每一个爱好 连杯子都是贴心的双层 防止贝贝不经意间会烫倒 但女孩的心却始终没能打动 然而男二号CEO在看到 俊良和贝贝下班顺路一起回家时 立刻躺平日常 完全放弃了继续追求贝贝 大家聚在一起烧烤时 贝贝一直闷闷不乐 他小心翼地偷瞄了几眼 看得出是想和CEO说话 但男主本人却拒绝搭理 他怎么突然又不开心了 他也希望CEO来和他沟通 以时的CEO却想着 在我看来这个关系 已经是我不想踏入的了 所以我不可能再继续去做任何的 一个主动的前进 我一定会掉头就走 他不仅连续三天写信给女子 甚至主动将贝贝的约会剧本 推荐给情敌俊良 根据游戏规则 只要选中了女方的剧本 就可以获得跟女方增进感情的机会 你要是想选贝贝是这个 一定是这个 CEO反手便选择了 七七的恋爱剧本 晚上写信的时候 女方觉得他们两人之间有误会 便给摆赖的CEO主动写了信 谁承想 他却把信写给了另一个女生 好不容易贝贝使用恋爱盲盒 让两个人有了一次独处 彼时贝贝在厨房洗碗 虚无事可做 本以为二人会借此机会侃侃而谈 立即解开误会 但谁知他偏偏跑去外面看篮球 如此坚定拒绝和贝贝交流的CEO 也让一往值钱CP粉看不到任何希望 可万万没想到 事情却出现了意外 按照游戏规则 此前选择的恋爱剧本 俊良本来是和贝贝甜蜜约会 但贝贝却选择使用特钱卡 专门指定了300万和自己约会 这个就是你接受就可以了 接受 就是接受我这个剧本的邀请 那我就不用管我那个剧本了对不对 解开了两人之间的误会 还当着俊良的面 让他意识到他的执着是错误的 可能说我自己自作罗行吧 CEO次次不主动次次退缩 每一次低头的都是贝贝 让人费解的是 明明女方被冷漏了那么多次 为何还愿意成为打破僵局的那一方呢